主料,窝笋液400克,面粉切10克,辅量,油,盐,鸡精,小青椒,葱,花角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窝笋液清洗干净,沥干水分,将窝笋液切成寸段,放入盆中,加入面粉,拌拌均匀,至菜菜被面粉完全裹住卸盆中,五多余的干面粉未移,菜菜放入蒸粉, 大火蒸10分钟,蒸好的菜用筷子拨散,葱和小青椒切碎,锅内放油,放入花椒小火炒香,放入葱和小青椒炒香,放入蒸好的窝笋液翻炒,撒入一些香菜增香,掉入适量盐和鸡精,翻炒均匀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蒸菜时,面粉不能太少,否则拌好的菜上面,面粉是虚乎乎的, 做出来的蒸菜不好吃也不好看,面粉也不能太多,否则容易形成好多面疙瘩,一面粉刚好裹住菜菜,而且没有多余的干面未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